李连杰也拍了一部电子叫《金武英雄》 我不太喜欢那部《金武英雄》 因为怎么说呢 陈真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拍《金武》不是拍陈真 是拍李小龙 对我们红了紫 因为就是李小龙 不是因为里面的角色比较陈真 大家都知道 自从李小龙出过一部电影《金武门》 接着就有很多明星借此演绎陈真 包括梁小龙 李连杰 甄子丹 吴玥等等 数了数 总共多达12人 我们本着看戏评价 只针对戏剧而不是演员本身 比如论真功夫 当然是李小龙第一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但我们看戏剧是凭感官去欣赏的 而不是纯粹的只论真功夫 要从各方面去比较 一 李小龙饰演的陈真 据说 陈真是霍元甲的弟子 因为霍元甲是清末民初真实存在的人物 的确有一身很厉害的功夫 但他的弟子之中并没有人叫陈真 他所有弟子都有名录的 可以查证 所以 霍元甲是真的 陈真却是个虚构人物 硬说有的话 那只能是霍元甲种弟子当中的一个化名人物 后来李小龙拍摄《精武门》之后 大家一致认可了陈真 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影片中 他是个十分傲骨的人 绝对不是外国猎强眼中的懦夫 特别是与日本人发生的一连串矛盾 陈真凭借自己拳头硬 单枪皮马也敢杀入虹口道场 把一众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 于是 李小龙饰演的虚构陈真光芒四射 甚至压倒真实存在的霍大侠 李小龙在电影中的打斗非常真实 拳脚干净利落 特点是快 准 很 往往一招命中对方 使之倒地不起 他使用的一套双截棍成了后世模仿的对象 但大家也许不知道 他的双截棍根本不是道具 而是真的 后人拍戏用的双截棍其实是空心塑料的 目的是为了避免出错误伤自己和众演员 李小龙拍戏为了追求真实性 可没有那些顾忌 双截棍打人是真的 寸拳打人也是真的 像他拍戏这么较真 称得上空前绝后 电影中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功夫动作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陈真到了一处公园 被一个外国保安拦下 说他不能进去 指着旁边的牌子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陈真一看那几个字 顿时火冒三丈 飞身跃起 一脚踢飞木牌 另一脚在空中再飞踢 把木牌踢碎 大家看清楚 那木牌挂在比陈真还高的地方 要踢飞它并不容易 何况在空中再次踢碎它 据说 这个动作世上至今除了李小龙之外 无人能做得到 李小龙在金武门中搞出众多真实武打动作 让人大开眼界 他拍的陈真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 二 李连杰饰演的陈真 有了李小龙的金武门 还有梁小龙的两部精彩电视剧 李连杰想再演好陈真这个角色 难度非常大 挑战性很高 拍不好就很容易成为笑话 最后导演 编剧和李连杰还是决定是一事 金武英雄教职李小龙版本有了很大的修改 比如陈真多了一个日本女友 一开头是在日本留学 打倒一群搞事的黑龙会众人后 他与日本第一高手传岳文夫有了一面之缘 也是从他口中得知 师父因为与日本人比武而死 于是陈真立刻回国 剧情就不多说了 李连杰扮演的陈真有三场最精彩的打斗 分别是和霍亭恩传岳文夫和藤田刚的对决 前两场是友好比武 但和藤田刚周比利饰演 的打斗却是生死战 这场打斗被很多人视为教科书来学习 不过 电影在打斗中采用了许多道具 比如 陈真与霍亭恩的打戏中 李连杰几次飞身落地都是用钢丝吊着的 动作虽然精美 但所做的不是真动作 还有和传岳文夫打斗前 陈真一拳打碎的那块石头是面粉做的 与藤田刚打斗中 被砸碎的台台邓邓都是道具 普通人也能一拳打碎 藤田刚一脚踢断那颗枫树 也是预先用剧剧开大半的 还有踢碎的那只石柱也是碎块合成 论真实性 无法与李小龙版本相比 但大家看的是戏剧效果 很多人都觉得 李连杰饰演的这部《精武英雄》更有看透 不能说超越李小龙版本 但起码称得上另有精妙 让人拍案叫绝 只可惜 该电影上映的时候一度遇冷 后来才逐渐火爆起来 三 真子丹饰演的陈真 一向是李小龙为偶像的真子丹也拍了《精武门》 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连续剧 假如平一平百年十大电视剧 真子丹这部肯定能入选 该剧之中有无数场精彩的打戏 令人看得热血沸腾 真子丹演得非常投入 本来说好的假打 结果他兴起 打的时候玩出真的 把好几个对手打伤了 所以他老是被剧组人员埋怨 大家看多了真子丹的作品 都知道他满起来仿佛不要命似的 有些满动作甚至能吓哭小孩 估计真子丹为了学偶像李小龙 在这部电视剧里演得那个爽 自只有他自己能体会 我们也能看出他塑造的 陈真确实很成功 他在戏里演完双截棍 舞的丝毫不输李小龙 但要明白 他的双截棍式道具不是真的 不管怎样 真子丹饰演的陈真 也让大家看得热血沸腾 好评连连 四 梁小龙饰演的陈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梁小龙就在两部电视剧中 饰演过陈真 分别是1981年的大侠霍原甲 和1982年的陈真 在2001年的时候 梁小龙在续经典拍摄了陈真后传 可以说 梁小龙饰演陈真的次数最多 他也因此成为四条龙之一 梁小龙没有真子丹饰演陈真的 那股野蛮性 却多了一股极规范的正义感 这也许是梁小龙扮演的陈真 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1994年李连杰的《精武英雄》上线 虽然仅仅16天惨遭下架 但他塑造的陈真形象也深入人心 打破了李小龙版本无人超越的桎 一年后 真子丹就推出了陈真人物电影《精武门》 片名与1972年的李小龙的同IP电影相同 对比李小龙之前的电影 看得出来真子丹花了不少功夫去观摩学习 不过毕竟是重口难挑 很多观众也觉得真子丹有点用力过猛 表情千篇一律的 嘶牙咧嘴面目争鸣 打斗动作毫无美感 像街头混混一样护轮王八拳 不过真子丹在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 李连杰拍的电影《精武英雄》 他所饰演的陈真 说句实话 我不太喜欢那部 因为他让我觉得真实的陈真不是这个样子的 李连杰拍了一部电影《精武英雄》 他也去演陈真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部《精武英雄》 我们现在拍《精武》不是说拍陈真 拍李小龙 如果让你去演李小龙的系列 你一定要学会模仿他 也就是说把李小龙的一些特点一定要保留住 真子丹非常的清楚 自己不是李小龙和李连杰一样 拍摄《精武门》的时候 也加了自己的一些个人风格进去 可是李小龙的那些小动作 真子丹还是保留了下来 李连杰并没有 李连杰饰演的陈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世界冠军周比利对打的戏份 不禁让影迷大呼 太过瘾了 他完全看不出有半点李小龙的影子在 李连杰能脱离李小龙 塑造一个又一个经典 像王飞鸿 霍元甲等等 只能说李连杰成功了 功夫皇帝果然名不虚 其实任何爆火的功夫巨星 都要有自己的特点 真子丹 前半生都在模仿 致敬自己的偶像李小龙 没有打破自己原本的戏路 直到45岁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报收20斤 减掉所有肌肉 用不一样的风格成就了叶问 真子丹也迎来了视野的巅峰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